还没开始昨天这个车就抛锚了 接下来我准备带着这两位开启我们的极寒之女啊 那今天我也准备了很多装备不一样 来看一下我今天准备的装备 看我买了啥 这个在野外露营可不能少啊 我又买了一个移动户外电软 新照兰的 我那个电瓶给小雅了 然后以前不是也有这一款吗 然后放到那个面包车上面的 没拿过来 所以说重新再买了一个 给大家一会儿看一下 为什么朋友们 为什么我老是买这一款啊 它的稳定性超级好 然后充电速度非常快 然后它主要是什么 看一下 它主要是有这个智能车充套件啊 这是我选择的一个套餐 其实有那个车充啊 但是这一款就是能直接 安装可以直接安装在电瓶上面 这样的话充电速度超级快 像一般的移动电源都是插在那个点烟口上面 那个一度电你跑一天都充不满 这个话基本上随便跑一跑车子就能充满电 它这个还送了一个隔离器 隔离器起了什么作用就是说 车子打着火就自动给它充电 车子关火它自动断电 然后充满也是自动断电 这一次也是赶在双十一的期间强到的 你煮的是什么饭呀 煮西饭呀 煮西饭 不然咱们吃啥呀 不要又嫌弃我煮的饭就行 你这个电瓶可以哦 那必须点了 看没有2000瓦2.5度电 看这个好了没有 哎 哎 都已经煮好了 这个显示800瓦 古鱼你这个电风给我800瓦吗 对啊 朋友们这种移动电源啊 就是比那个改装的汽车电瓶又方便 为什么它可以提出来吗 提出来用或者是提到帐篷里面使用 或者是你家里停电的 它可以作为一个备用的移动电源吗 移动用电设备 比如说你出去钓鱼啊 也可以把它提上提上去 提上去是不是煎个鱼 煮个饭 这都是没问题 准备开始做饭了啊 来准备起锅烧油啊 今天我们用电烧 以后就没有煤气可以用啊 多好 来鱼下去 来下去 这个还可以啊 来看一下 他们说这个鱼坏了 但是没有坏我啊 等一会放点葱姜蒜啊 然后辣椒 花椒就可以起锅了 来吃饭吃饭一下 吃饭 香不香 这个鱼被我咽臭了 但是经过我一番加工之后 特别香啊 特别香 看一下这个西饭 西饭又变成 变成米饭了吗 我开水探一下碗 这个 来吃饭吃饭吃饭 故意尝一下那个鱼 我觉得要你先吃 来吃嘛 你先吃 又不会中毒真的是 放着放着 你先吃你先吃 我想看你吃 你放着吗 你吃一个 放着我肯定吃 好吃吗 嗯好吃 好吃 好吃啊 特别香 真好吃 真好吃 来消耀 别嫌弃啊 好吃 好吃 你看 你看就出来了 跟它超过鱼的味一模一样 小鲫鱼呢 可以不 好吃 吃完饭把这东西全部都收拾一下 然后我们就准备出发了啊 看一下小雅也在整理床啊 那个 可不可 哇你这个 哈哈哈 你垫子吗 因为 因为太冷了 我把全部免睡 然后都兑饭了 这样子比较 暖和一场 看面包车就是舒服 一床当两床用 看 不一你看我这个可不可以 可以 然后我这个开门也很方便 面包车就是好啊 这边放东西 哎 你的车我上去试一下吗 试试 看古一的车整理的干干净净 古一 以后天气冷了 我在里面 将就一下啊 哈哈哈 你看 你不是可以装那个电乐塔吗 然后他这个柴懒 弄的特别舒服 嗯 昨天开到20度 关了 20度 一点不冷 然后先把它这里预热一下 空间预热一下 进被窝就好了 真的 这电瓶就安装在这个座椅底下呀 看 是不是非常好 然后这边就是睡觉 完美呀 这会儿我们三个一口气到了沈阳啊 本来是往丹东 往长白山 往福远那边走 但是那边现在目前都去不了 所以说我们一口气到了沈阳 然后再去黑龙江 嗯 马上去找一个录营地啊 准备 安营扎寨 好了 喜欢我们三个的啊 点个赞 谢谢你们 喜欢大量的点个赞啊 谢谢 准备做饭